这个LuckyNube是谁啊 我记得他的名字 马鸡就是马鸡 马鸡的小号 马鸡啊 对啊 他去买了个点唱版 点唱版小号 这个暗黑破坏神版版 Rain很酷啊 我很喜欢这个头像 对啊 就是点唱版才有的 点唱版的色头像都不错 Jim Rinner那个也不错 那个Elf版的Banshee也挺好看的 还剩一个牛头人球长 我就没啥意思 因为我不玩罗伍 嗯对 安亚破坏神和这个 他相当于对应三个游戏 安亚破坏神魔术中霸和魔术世界 应该是这个意思 嗯对 Jim Rinner对应的是星级 他这四个点唱版特殊的头像 点唱版的雷神也很酷 我觉得既然你买点唱版 就要用人体 翅膀的雷神 太帅了 有的时候我打星际 打着打着打了一点 对方出一个雷神 哎呀我就觉得 别再买点唱版了 真有钱 一定要虐 这种人足一定要虐死他 但是竞争是被虐 因为雷神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就是点唱版的 之后我从来没用过人足 好 对方打出了好卡呀 是有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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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 很卡 很卡 就是很卡 好 那么这场比赛呢 对手是 POW 不对 对手是猛击 POW是退了 还搞错了 还搞错了 好 现在卡的程度有所缓解 没有缓解 不是很缓解 没有缓解 不是很缓解 没有缓解 还是很卡 这个OB你谁最慢啊 或者是谁是没有在上一场OB的 可以显示一下 可以显示一下 反正这里看的话 比较难打 好 这方的他农民来到了我家 时间非常早 他一定会隔引我耳矿 他一定不会让我把耳矿造下去 因为他是一个马鸡 我跟他打的比较多 平时他比较了解我战术 他知道我一定会造下 想要是把造下二矿 而且他也知道 如果我一旦造下了二矿 那么他就输了一半 因为他知道我的GVP是造下二矿 就输了一半 所以我想他一定不会让我造下二矿 卡住了 这就叫Ocean Farley 日本人就说Fally 现在没有卡死 好 基地造下了 不好意思 刚才卡的时候我喝了杯水 喝了口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正好是卡的时候我喝水去了 因为回来之后基地造下了 挺好的 我的ORR一直在坚持对方 对方没有造下任何的建筑 非常高兴 那肯定也不是个泡台罐水 好 对方打出了卡 好 看来真的是有点卡 对方打出了卡 Ocean Farley 对方天兵零后这个炮台的这样一个开局 应该说是对方在这个经济上获得了一个最大化经济的这么一个开局 那么 作为重赌 我们呢 肯定也不能落后 对吧 我们也要做出一个最大化经济的开局 这样的话才贫困 对方打出了 绿万 对方什么都在了 对方的Prob那里 我们找到 好 对方这个Prob是拼死要看我清门球气况 来决定我是不是有个提出口压制 我不知道他看到没有 这个是没法阻止的 因为对方他想看 就没办法 没什么办法能阻止他 最好是不让他看到 这样的话他会 他会那个 最好是不让他看到 这样的话他会很担心你是不是要落实 因为前期的张网压制是非常非常犀利 但是可惜的是呢 没什么办法 因为农民在飞这个泥地上 飞从台上走的是比较快的 真的狗就几乎是 几乎持平 虽然没有持平 但是几乎持平 所以说 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阻止他 现在时间是5分半 我可以开始踩气了 现在我对对方还是 除了知道他开了矿 经营最大化 以外没有任何的信息 不知道对方在干嘛 对方对我的信息 也知道 除了我开了矿 他也知道我经营最大化 他也没有信息 所以我们俩现在在信息方面呢 是一样的 没有信息 都没有什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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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一个叉叉兵 叉叉兵 这个叉叉兵呢 应该说 是想来看看我家到底在干什么 但是他可能看到 我的狗的数量呢 达到了4只 4只狗难道打不过叉叉兵呢 但是却没有超过他 我最后是被叉叉兵打死了 我Quin能不能把叉叉兵堵杀呢 不能 因为Quin的移动速度 是众所周知的 不可能堵杀叉叉兵 这样的话我就亏了 因为我4只狗 没有打过叉叉兵 非常非常亏 亏成马 用断尸的话说 好,我现在4只蟑螂 这4只蟑螂 给我刚才那小狗报仇 但是蟑螂你也痛苦都知 他不可能走得过 比卡拉宾还快 他肯定报仇不了 所以报仇影响了 还是老样子 他也造个防空 防什么呢 什么都防 更多普及地盘 我不需要那么多卵 所以没有必要留着这些能量去铺卵 就多到几个地域也好 同时我加重到第5个Quin 第5个Quin 第4个和第5个Quin 这是因为 我必须得用大量的Quin 来对抗对方可能的空中部队 因为我没有刺激台 所以我不知道对方如果 如果说对方是一个空中部队 对方这么多的哨兵 对方大量的哨兵 大家可以看到 对方有那么多哨兵 对方大量哨兵应该说 是比较针对我的蟑螂的一个打法 因为他哨兵很多的话 我蟑螂就很难摆好进行 对方有可能会从这个正面突破 对方已经开始 对方已经开始了 对方开始从正面进行一个突破 那么我多余这些Quin 就潜在马底地材就行了 然后我家中还是在传绿的就是说不对 同时呢 我要到下一个这个传送门 因为传送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跟我刚才的局是一样的 传送门出了 好我的蟑螂速度已经提出完毕 现在是我蟑螂比较强悍的这个时期 对方究竟敢不敢这个与我决一死战呢 好一个农民想过来看看 那我就把他掐了 对方选择了和我决一死战吗 好对方选择了和我决一死战 好大家看看看看他的这个 立场使用的是多么的纯属 因为他那么大量的哨兵 他立场实在是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 把我的里里去外外 就围了个密不透风了 完全密不透风 好这方立场使完了 我上了 你立场使完了 我就该上了 我的目的呢很简单 就是耗掉你这些哨兵 哨兵 哨兵者耗掉了 现在的这个龙体 是可以打的 我正在开创开玩笑 这方龙体已经有个blink 打破了 什么blink的龙体 没有立场 都是 看起来是劝 实际上这些 出台给 我都没开创开 你开啥创开 我都没开创开 我都没开创 我是重阻 我都没开创开 你开创开 你以为你是谁 对方的这个 对方这个不离 可以用的还不错 对方的这个blink 用下来之后感觉好像还挺犀利的 我一时还攻不进去 好 在前线下作战的时候 这个 没有搞错的话 说我死了几个 这个 overload 所以现在这个 门口 反而是 被卡住了 我卡住了一下 我卡住了一下 估计还行 对方好像 好像 放这边去的大战感觉 看看对方能不能在对方加矿后 这个 进行一下